最起碼你拿到我付出的公文 是蓋著當時的市長 陳菊 這點你承不承認 公文就是市長的假章 是不是陳菊市長蓋的章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科長 是或不是 上面蓋的是不是陳菊市長的章 是或不是 對,就是陳菊市長 我也幫你裡面審計報告 再把輕軌的一些問題 全部講出來了 第一個 局長 我想我們跟美亞議員 我們兩個 從頭到尾沒有在追究 各位基層公務人員 而是我們基於高雄市議員的職責 我們希望每一個建設都是要有永續發展的 我放一段柯文哲的影片喔 請幫我點一下 下面 市長陳菊說你最近一直講他負債事呢 是為了要選舉造勢耶 我跟你講喔 如果用選舉造勢四個字 就可以不用說清楚講明白 沒有要何康的事情 我還是呼籲陳菊喔 講清楚說明白 在你的任期之內 到底高雄的債務是什麼累積的 還有現在高雄要應付的利息是多少 還有你當初欠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當時的還債計畫是什麼 講清楚說明白 好感謝幫我回到我的PPT 局長我知道你很無辜 因為這個完全是前朝的決策 但是你需要去做承擔 首先我要管謝花媽政府 最起碼你們把輕軌這個計畫提出來 但是你提出這個計畫 你有考慮過他的永續經營嗎 他的自成計畫嗎 他的財務負擔嗎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調三個單位 分別是主計處 財政局以及 研考會 就是希望你們就決策的過程 把你們當時的意見 在鏡頭前面報告給高雄市民朋友聽 所以局長可不可以請你先簡單說明一下 二階輕軌是不是有把用地費 挪來購買車廂這件事情 有或沒有 在什麼時候決策的 這個公文目前是不是密件 可不可以解密 請局長回答 請局長回覆 感謝主席 感謝兩位議員 對於這個輕軌二階 成績已久的案子又把它掀出來 原則上是這樣 因為這個案子當然 那個我去年五月號 也在議會有做相關一個狀案報告 當時我也整個案子也有來龍去莫有說過 那原則上後來我們市長也認為說 整個的裡面的過程 當然我們沒辦法去評論 當時新政是怎麼樣 因為整個的公文簽辦 我們也要求局裡面同仁 那來進行相關調查 局長稍等一下 請問一下你成不成功文裡面有會 財政研考主計是基於他們專業的需要 你成不成這件事情 對所以說後來我請他們把公文給我看之後 的確有會過他們 公文現在是不是密件 公文現在我所知道 這公文可以給大家看 這沒問題 所以可以公開 但是 之前您說不行喔 而且包括捷運局的同仁到我的服務所 還告訴我是密件 所以現在很很感謝局長 願意公開給高雄市民一個真相 我現在要講就去年五月二號 那我們韓市長也認為說 這個東西要正風體系 那我們就委由正風體系來調查 那目前高雄市調處也開始來調查 所以目前正風處市調處都有在調查 所以局長不好意思 你承認有拿用地費用挪去買車廂這件事情嗎 也有相關的決策公文對不對 這個當然是當時一定有決策 最高的決策者這份公文蓋到誰 當然會過整個財組之後 最後就是當然有那時候的一個代理市長 來批定 您確定是代理市長嗎 當時是什麼時候幾月幾號 請你的幕僚告訴你們 因為我們手上不能拿副本 是不是請後面的科長把他報告清楚 你只要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發這個公文 當時這個公文決策者是誰 蓋到誰 張蓋到誰 好那我們請我們 因為這整個案子 我們就請中規科領科長 好麻煩了 請簡單回答 我們時間有限 公文發文日期什麼時候 謝謝那個主席區的議員 那這一份公文的部分的話 是我們草寧之後的話 有會員考會主席財政等等機關 那是在之後簽成到市府的這個層級去 市府的層級到哪裡 市府的層級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到這個市長的賈章的這個部分 好當時賈章嘛 所以當時 呃科長 你說那個賈章對不對 但是其實市長他也有公文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求全部解密 把真相攤在陽光下 最起碼你拿到我服務處的公文 是蓋著當時的市長陳菊 這點你承不承認 公文是就是市長的賈章 好是不是陳菊市長蓋的章嘛 是或不是 是或不是 我們因為拿回 科長是或不是 上面蓋的是不是陳菊市長的章 是或不是 對就是陳菊市長的賈章 好謝謝感謝你 好那科長請坐 那科長剛才有說 有會三個局處 現在三個局處到 麻煩三個局處 你們是財主單位 也是研考單位 也是控管高雄市政府整個預算單位 請你們就當時的決策 你們的意見 你們照著公文念都可以 請你誠實說出 你們當時表達的專業意見是什麼 請答覆 這是 請講你的局處 那個議員好 那個我是財政局 針對我們財政局 當初會辦的意見 主要就是說 因為這個調整 這是中央核定的計畫 所以我們是講說 這針對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是不是符合中央原定的一個計畫 那第二點的話 是因為他裡面用地取得 他後來就是 要用都變的方式回饋取得 所以我們建議說 因為這個權責 可能在都發局 要會一下都發局 那另外我們 另外再做一個提醒 就是說 這個以後的變更回饋 能不能也納入 這一案的一個 自償性的經費 所以我們主要 大概是有這三點的 一個意見 所以你擔心他的財政的 計算的方式 對不對 簡單來說 好 下一位 請報您的局處 以及您的意見 是 主機處報告 當初我們在會辦的時候 大概有去考慮到說 這個是屬於那個 捷運建設計畫 是屬於那個專案的計畫 那他在總經費額度裡面 去調整容納的話 依附属 當預算執行要點的規定 是符合的 所以這個部分 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有去提醒到說 因為這樣子的變更 可能會涉及到未來的營運成本 市府的財務負擔會增加 那希望他們能夠積極的去 早日去取得土地 以確保這個計畫可行 那可能也要考慮一下 就是整個經費 調整之後是不是足夠 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要審慎的去說明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這個案子 是屬於中央核定的 重大的公共建設 那我們是提醒說 有關這一些調整事項 是不是有涉及到 重大的變更跟影響 那可能需要報那個交通部 或者是議會來做備查的話 也請捷運局能夠審慎著處 這是我們當初表達的意見 所以你們有做你們該做的事情 請他們來議會 跟交通部報告相關的變更 才不會向下變成一團謎語 來下一位 請報您的局處點 你的意見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我這邊是研考會 研考會當時我們的意見是請 我們捷運局做一個釐清 那主要是兩大部分 歸納起來是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針對我們計畫 是否需要修正再報中央 那第二個部分是針對土地的部分 那還有分兩個小項 第一個小項就是以都市計畫 變更回饋方式來取得 所需要的那個軌道用地 是否應該要跟那個都發局先協商 第二個小部分是台鐵局所擁有的土地 改為租用的部分 是否已經跟台鐵局取得共識 主要是這樣子 謝謝 好感謝三個局處 非常謝謝 所以我不知道要問局長還是科長 你們有沒有會都發局 局長不然您回答好了 因為您是有做報告 你們有沒有會都發局 根據當時 大家都有提專業的意見 大家都做該做的事情 希望你們來議會做報告 因為你們財務計算的方式有改變 很可能增加財務的負擔 財處單位他們基於他們的專業 有提醒了捷運局 可是捷運局完全不聽 還是蠻幹 局長請回答 你們當時 不好意思因為您不是當時的局長 當時有沒有會都發 你們當時有沒有針對他們的意見 去做任何的檢討 那感謝主席 感謝兩位議員 那原來是這樣 我從整個公文上面 那當然是有會都發局 因為這個整個 涉及到整個跨區回饋的事情 所以整個公文 剛剛我也提醒了 剛剛有提到說 這公文能不能解密 這解密不解密 說實在它有一個連線 但是如果議員問政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專簽 我們專簽到市府 然後會法制局 它如果可以 我們當然就給提供給議員來參考 好不好 所以其實我可以幫你回答 我有看過那個公文 你們有會都發局 但是並沒有針對 財主單位他們的專業意見 你們去做回覆 這個是當時101點你們送議會 你們寫得非常漂亮 你們寫說呢你們的捷運 二階輕軌呢 你們會有非常好的財務的運算 所以不會影響市府 年度總預算的舉債額度 那你們 這是你們當時計算的營運總收入啊 在104年到之後的133年 當然後續有時工有變遷嘛 因為你們根本沒想到 你們要蓋下去 就有居民去反對嘛 所以你們當時的 一些計畫的籌設能力 我覺得你們捷運局 要好好的自己去檢討 你們甚至講 你們不會影響回收建設的成本下 你們的營運總收入 絕對可以大於營運成本 所以如果依照你們計算 這個是可以自償性的計畫 但是 現在的真相在哪裡 我拿 審計報告 來跟各位講 審計報告局長 還有各位公務人員都知道吧 審計單位是中立的 來看看考核各位的狀況 我們來看看我們捷運局 在審計處中 怎麼看你們捷運局的各個計畫 捷運局 主管了高雄市政府的管制計畫 全部已等 全部已等 沒有一個假等 所以你們內部的 計畫的籌備能力 跟規劃能力 局長 您真的要好好的加強啊 接下來 我幫你把重點 齁 揭露下來 因為比較小 我照念 這個是審計處重要的審核意見 他直接載明了 為妥適籌編第二階段工程 購車預算 帥齁 他用輕帥的帥喔 帥以輕軌用地取得費用 支應部分車輛經費 造成用地取得經費額度短缺 須延後向台水局 有長波用土地之騎乘 孔衍生日後 公告限職調升 而造成用地成本之風險 加重輕軌計畫財務負擔 審計報告 把剛才三個局處 提醒你們的 他們當時的公文 就已經提醒你們 結果捷運局不聽就是不聽 當時的政府 硬要幹 說要做就要做 你們有考慮過財務計畫 你們有考慮過債留子孫 我沒有反對任何高雄市的交通預算 但是 局長 您知道我們現在高雄市負債多少嗎 3320億 每年要支付的利息費用 14億 近15億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的高雄 請捷運局你們好好的面對這個真相 你們告訴我 這可以告訴我這沒有不法 但是這個這麼強大的行政瑕疵 這些留下來的財務負擔 是高雄市民子子孫孫要去背的債 只因為當時 三個局處有進到他們的提醒義務 但是捷運局 完全不聽 蠻橫要蓋就蓋 甚至當時的市長 直接蓋章 所以這個公文一定要解密 要讓大家知道 我也幫你裡面審計報告在把輕軌的一些問題 全部講出來了 第一個 你現在運量跟營運的收入不如預期 所以你的自償性財源的充足性 它是用問號 甚至根本就答不到 輕軌是無閘門的設施 所以沒有辦法查票啊 局長 第三個 你的土地開發沒有做 剛才研考 主機都有獎 所以沒有辦法實現土地開發的效益 你的自償性財源難以實施 重點是 你輕率的 用輕軌用地的費用去買車廂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跟陳美亞議員 我們要追真相 我們要高速高雄市民 我們是負責任的高雄市議員 我們不要再留子孫 如果你有做這麼重大的決策變更 你會造成你之後總經費的挪動 你們為什麼不敢來議會報告 你們為什麼不敢向交通部 當時你們為什麼不敢 向交通部去做報告 你們為什麼不敢跟高雄市民去做報告 而是悶著頭幹 造成現在的財務負擔 所以 這個 行政瑕疵 才是我們今天要追的真相 也是捷運局這邊 需要跟市民說清楚的 輕軌疑雲 所以 美亞姐的揭露 加上 我的堅持 我們的要求是 捷運局 目前你在規劃輕軌 以及後續我的 林圓線 捷運延伸到林圓 你的財務負擔 你的自常性計畫 你到底怎麼算的 不要再讓我們高雄市被人家笑 我們每個計畫的自常性 的計算方式 我自己都覺得很可笑 所以 誰是決策者 其實 剛才科長講得清楚 裡面蓋章的 最高決策者 所以這份公文一定要解密 是誰決定再留子孫 我們沒有在追究你們公務人員 我們知道你們是基層公務人員 非常的辛苦 為了高雄市的基礎建設 但是你們規劃出來的東西 變成一團夷雲 你們不敢來報議會報告 不敢面對真相 造成再留子孫 才是二階輕軌目前最大的問題 所以局長 我們兩個的聯合資訊 只是想要提醒你 因為目前 二階輕軌車廂的費用要到了嗎 局長請回答 最後一個問題 局長請回答 好 那也謝謝主席 謝謝兩位議員 原來是這樣 二階車廂當然我上任之後 趕快就去跟中央來爭取 那中央當然他一直遲疑的不願意給 那我想我們自己有做努力 我剛剛講了很多 那沒關係 那部分我們會來檢討 包括整個自償性的一個費用 到底要怎麼來來處置 那這個也涉及到 因為我來之後 我發現這整個的車廂 如果去去購買的話 整個用地一個租金的費用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這一塊就涉及到當時 對只是說處置的很慢 當時有講到高雄港要開發 但是呢 到目前還沒開發 接下來高雄機場的開發 到現在也還沒開發 這就造成當時去跟台鐵團的時候 那個願景 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這個就是因為整個的那個 單哥這幾年來 一直沒有去處理的一個原因 所以說我也積極的跟文化部 文化局 因為他是俠管整個一個那個那個 高雄港的一個開發 另外高雄機場這一塊 是都發局 為積極的去拜託他們 趕快把整個都計趕快讓他過 這樣我們可以減緩我們整個輕軌 部分的一個租金 再給兩位議員一分鐘 裡面把捷運局的所有的缺失寫得清清楚楚 好那麼局長兩個問題 請你現在答覆一下喔 最原始的總經費當中 是不是沒有編列二階輕軌的車廂費用 來請答覆 局長請答覆 那一句話就好 沒有對不對 原本是沒有 好後來修正計畫就把它編進去 好那請問你 那後所以確實是把用地費用挪給去買車廂 變更了嗎是不是 對當時的話 是還是不是 我時間有限 是還是不是 是嗎 就目前情況是把它先挪來 對就是把用地費用挪來車廂 對不對好 那麼現在車廂進來了吧 進來有十一列車進來了 好進來了 但是現在前朝的時候去跟中央要經費 那麼在前朝的時候中央也同意喔 那為什麼現在居然說在意呢 為什麼為什麼不給我們 現在三十億的車廂的費用 為什麼不給我們 當然了這個東西 我們去本來是要的 已經同意了 但是後來我也不曉得 後來就他們就一個文說在意 後來我們再去爭取 到後來目前為止 他們是認為說 那你要整個整個環狀輕軌 包括正義路段 也要整整個整理之後 再一併的來要 這目前的情況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會努力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把這個 十五列車的一個經費 趕快來給我們 對沒關係 我們就馬上來處理 我用一個形式來給議員來參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陳美亞議員 邱宇軒議員的發言 捷運局的部分喔 我們要跟他來做一個深入的探討 那首先呢 我們必須表達一下我們的立場 針對於捷運局的所有的公務人員 所有的同仁 還有所有高雄市政府 所有的基層的公務人員 我們都表示非常的感謝 也予以肯定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是愛高雄這塊土地 都非常認真努力在做事 但是我們要揪出決策者是誰 其實我們一直在追很多的疑似的弊案 我們都是要揪出誰是決策者 為什麼做出了這個決策 讓很多的市民心中打了一個問號 甚至可能還必須要被移送到正峰去調查 我們是想揪出的決策者 那甚至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會有一些公文 其實公務人員他可能 礙於他解釋法令上面來講 不是很清楚 雖然不敢提出 那甚至還會說可能公文不見了等等 那我也很欣慰 我們的新任的局長 來了以後呢 捷運局長也要求這些同仁們 把這些公文全部都整理了出來 那本席這邊喔 一定要建議我們的局長 這些公文一定要解密 並且公開 捷運局長 這個部分本席要請你解密 並且公開 還給高雄市一個公道 那我們聽到綠營的人士啊 一直在那個 污蔑我們的基層的公務人員喔 說是他們有問題 那其實本席覺得不是的 我們現在要揪出來是決策者 當初的最高決策者是誰 那我想答案在公文裡面 請你要解密 好 我這邊有幾個問題要問喔 待會請局長回答 我們要問喔 二階輕軌呢 我們把簡單的歷史背景稍微講一下 當初我們要做所謂的環狀輕軌 但是市政府後來把它拆成兩個部分了 分成一階跟二階 一階的話大家沒有問題 因為在觀光區域 二階問題出來了 部分的路段 譬如說現在爭議最大的 可能是大順路 三米區的大順路 還有我們古山區的美術館路 還有我們左營區這裡 都受到可能可能二階路線的興建 造成了生活的衝擊 交通的獨流 很多的民眾非常的有疑慮 但是前朝的時候他們硬是要難幹 那我們很欣慰說在現在的新政府 你們有聽盡民意 在地方上廣開公聽會聽地方上的聲音 這是我們予以肯定 好 那這部分我們就予以尊重 那麼我們也希望說局長 必須要體諒 尊重 並且納入地方的民意之後 才能去做決定 這才是對當地的發展最好的 不能夠說不住在這些區域的人 一直在喊說 要造原路線 要造原路線 我聽到綠營一直在講說 要造原路線的時候 他們到底有沒有在當地生活 有沒有去聽到當地民眾的心聲 好 所以我覺得局長這個要考量 另外我們今天最主要的重點 還有一個議題要來討論 為什麼在我們二階輕軌 還沒有軌道完全興建完好的時候 到底車廂為什麼這麼急這麼急 就先進來了 這涉及到幾個點 第一個點 15輛列車 二階輕軌的15輛列車經費 沒有編列在總經費裡面 那麼為什麼要去買 你挪用了原本的土地費用去買了列車 為什麼 現在還擺在高雄市 因為已經進來了 好 我們接下來幾個問題 就請局長來說明 我們要問了 原本二階輕軌的15列車廂費用 沒有納進來總經費裡面 那麼是誰 誰最高決策的是誰 他決定要把市政府原本編列的用地費用 改為購置二階輕軌的車廂 然後我們現在的二階輕軌的這些土地用地呢 本來是購置改為租用 這樣會不會造成我們高雄市未來更多的財政負擔 這是我們要揪出來的第一個很大的一個疑雲 還有我們也要問了 當初在這個決策者的時候 我們好像在邱議員他也很努力的這個追之下 我們共同發現了 財政局主技處等相關單位 在這過程當中 當初在這過程當中又表達不同見解 那為什麼前朝的最高決策者一意孤行 好我們再看喔 107年9月車廂已經交付到高雄了 108年韓市長上任到現在 中央的經費還是沒有給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些二階輕軌的車廂的費用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著落 但是車廂進來了 我們用很白話的例子 這間房子還沒去好 你家具需要先擺放在外面 這個一般的市民不理解啊 他要了解為什麼市政府要這樣做這樣的決策 家具行擺放在屋外 讓他風吹雨淋 為什麼好 那現在經費也還沒有著落 為什麼車廂可以先進來 為什麼可以去挪用土地的費用 好還有呢 一階二階的車廂不同 你花了多少時間測試去做相容 這個我想局長待會都要說明一下 好我們這邊要問了 本來買地的錢去買了車 二階的車廂土地改租用 那麼原本原本 你們一定有規劃嘛 因為你原本總計畫就是有要買車廂嘛 那這些錢跑到哪裡去了 你挪了土地的費用去買車廂 那原本應該要規劃 車廂的費用跑哪裡去了 目前為止看不到 好 那你挪用土地的費用以後 你車廂是什麼時候買的 你到目前為止到底買了幾輛 還有幾輛沒有買 你什麼時候進到高雄的 好我們再看喔 二階輕軌路線建置還沒有完成 車廂為什麼就是先買進來 這是民眾一直遲遲無法得到理解的 好那麼並且你先用了這些車廂了以後 導致其他的這些工程行政費等等 反而是不足的 好 那麼請問你 原本的土地買的你改成用租的 你造成的增加的成本 到底要由誰來負擔 好那最後的小節在這裡 我們要在這邊再跟市民朋友報告喔 當市政府他們決定要把二階 把環狀輕軌拆成兩個部分 一階跟二階 好那二階輕軌的車廂是完全沒有經費 編列經費 後來我們看到市政府在106年 報給交通部說才那個時候喔 才爭取要把OT的15列車廂 納入建設的成本 好了107年 中央同意喔 15列的車廂納入總經費 我們現在總算看到 車廂的錢要從哪裡來了 中央說他願意給喔 中央說他願意給 107年10月31號的時候 國發會會議已經結論同意 所以建請行政院就是核定15列車廂的購置案 好了 韓市長上任以後 這個案子變成怎樣 二階車廂的經費在意 所以局長告訴我們吧 本來沒有編列車廂的錢可以去買車廂 車廂進來了以後 你們又跟中央要這一筆錢 前朝的時候跟中央要這一筆錢 但中央現在說不好意思你市長多少人啊 我們在意 為什麼為什麼這麼急著二階的車廂要進來 來我們待會請局長回答 那是不是讓邱宇軒議員可以先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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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